它的燒肉呢最便宜的價格 竟然只要598就可以吃到 我覺得它的牛舌是目前我吃到飽 看過最漂亮的牛舌 它的牛舌的味道非常香 再來我們來吃一下沙朗牛 那個沙朗牛我覺得它口感很奇怪 那就是有點脆脆的 喔這個顏色就覺得是好吃的顏色 好期待我最愛的粉膏膜 有時一直就改革了 哈囉我是VV 我現在人在板橋 今天呢我要來吃這間赤富士燒肉 它的燒肉呢最便宜的價格 竟然只要598就可以吃到 以現在流行的燒肉吃到飽來說 算是蠻便宜的價格 所以今天我就想要來幫你們試吃看看 看看裡面三種椒 哪種椒比較值得吃 好那在影片看之前呢 記得先幫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彩博會抽出新片的通知喔 那也要記得幫我按讚MV 還有追蹤IG 那我們趕快繼續吧 走 OK我現在已經入座了 我發現呢剛進來的時候你會以為它很小 但是你經過後面的蜘蛛吧之後再往後 也有很多位置喔 所以我覺得它以吃到飽的座位來說算是中間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我覺得它環境超級乾淨整潔 我剛剛臨看那個蜘蛛吧都有一種強迫症的療癒感 好話不多說先帶大家去看一下它的蜘蛛吧有什麼吧 蜘蛛吧的話呢有這個 醬燒牛肉丼 看起來有點像那一種洋蔥牛肉壽喜燒 還有和風咖哩雞肉 哇咖哩看起來很濃郁 那這邊也有白飯可以配喔 這邊就是火鍋料區啦 那這裡是火鍋好兩吃 所以火鍋料都是要自己取用的喔 那這邊也有很多種蔬菜 那這裡好的是它有用那個霧氣 讓東西食材比較保鮮一點 那這邊也有簡單的麵食可以做取用 火鍋如果需要醬料的話 這裡有15種醬料可以給你隨意搭 種類蠻多的 再來這裡也有簡易的皂握可以取用 有薯條跟雞塊 那冰淇淋的話它有兩櫃 明治這櫃有四種口味的冰淇淋 那Costone的話也有四種口味喔 那如果不喜歡吃冰的話呢 這裡也有新鮮水果 有鳳梨跟柳橙 最後就是飲料啦 這裡有咖啡雞 還有可樂雞 再來就是蜂蜜綠 精選奶茶 還有蜂蜜醋跟草花綠茶 飲料如果你需要啤酒的話 這裡還有Tiger喝到飽喔 我覺得很棒 回來了 其實它的蜘蛛包的東西非常的簡單 因為它主要所有東西都是用點單式的 首先它這裡有分三種價位喔 分別是598 758跟898 你們點完你們要的價位之後 它這裡會有一個平板給你點 我覺得它平板還蠻高級的 然後上面就是可以點的東西這樣 比較大的差別是啊 它中間這個758價位是會都比較多肉類的 那如果你是很愛海鮮的話呢 這個898的價位它是最多海鮮的 那我們今天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吃最高的價位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我們三個價位哪個比較推 會不會其實只要吃最便宜的就好了 然後啊它這個點餐方式呢我覺得蠻酷的 它每一輪的話是一人數選擇點餐的東西 它這邊右上角會講可以點餐的數量 它只要送完一單你就可以再點一個 等於說它是沒有冷卻的時間 好再來呢就是它這邊的用餐時間是兩個小時 那最後半小時是最後加點 然後啊如果你是今天一個人來的話 也是沒有問題的喔 它是沒有說單人的開爐費的 我覺得很棒 終於要開始烤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桌上點的超級多的東西 啊我現在已經超餓的了 然後啊它這也是火烤兩吃 鍋底的話呢有昆布藥膳跟麻辣三種可以選 我們選的是昆布的 我們先烤這個好了 這個我覺得它的肉超漂亮的耶 這邊是牛舌 還有它的伊比利豬梅花 我覺得它的牛舌是目前我吃到飽看過最漂亮的牛舌 所以它我現在期待值很高 它這邊是可以點蔥鹽的喔 所以啊我可以自己加 看我想要加多少加多少 好爽喔 耶!Vivi拍牛舌烤好了 超漂亮的耶 把它包起來 它的牛舌牛味非常香 然後我覺得它的油脂跟它裡面那個肉感 是非常平衡的 再加上它的鹽蔥真的搭上去 真的必加 那是牛舌的靈魂 大家點牛舌記得一定要點甜蔥 我要嫁給牛舌 再來來烤剛剛講到的伊比利梅花豬 它的伊比利梅花豬真的看起來蠻漂亮的 看起來不是假伊比利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第一是它烤網面積夠大 第二是它的火蠻均勻的 高級的伊比利豬烤好了 它油花多然後好嫩耶 它完全沒有任何筋耶 沒有那種豬肉彩彩的感覺 我覺得真的蠻好吃的 它這裡是可以點韓式泡菜的 我覺得泡菜加豬就是一個天作之和 他們一定要去公證 我一定要加一下泡菜 嗯 這樣泡菜超好吃 相信大家一比一豬可以加泡菜好讚喔 耶!接下來烤這個特別的東西 這個是我剛剛在它的點餐平板上看到的活動 就是現在只要它Google評論的話 就可以送這個澳洲和牛 然後我覺得比較棒的是 它的那個評論是不限星星數的喔 代表說店家主要其實是比較想要知道顧客意見啦 就沒有想要刷好評 我的澳洲和牛烤好囉 這還不錯但還好 我覺得是我自己擺入 因為剛剛其實服務生有跟我說這比較適合煮火鍋 喔!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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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著我們來烤橫隔膜喔 希望它是好吃的橫隔膜 順便一起烤鬆板豬好了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比較厚的也一起 欸!這超可愛的喔 這個是剝皮辣椒的牛肉串 喔!這個顏色看起來是好吃的顏色 好期待喔!我最愛的橫隔膜 即將進入口中的橫隔膜好不好 好嫩!口感上非常好吃 但是它的味道的話好像就是一咪咪的甜味這樣子 以香氣來說有一點點可以有進步空間 再來吃松阪豬 哇!松阪豬可以!口感非常的脆 再來是剛剛很可愛的剝皮辣椒牛五花卷 它剝皮辣椒沒什麼口感 它是會有一個很甜甜的吃的味道 我覺得蠻香的 而且不會到很搶味 它有小小的不太醬味 這我覺得它可以點 大家我要來魔幻吃法囉 因為它剛剛上了一個東西 乳酪絲超多的 我要把它搭配這個 牛肉一起烤一定超讚 我現在烤的這個牛五花是 蒜香血鹽牛五花 它本身就會有味道 我要來吃吃看我的起司牛了 如果大家要包我這個吃法的話 比較推薦到我比較瘦的牛肉 不要選五花 因為五花本身就滿油的 加上起司牛奶也會有釋放出油 就會感覺油上加油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來烤這個比較厚的好了 牛排派對 這裡面有超多種的 我剛剛很努力的把它們的名字都記起來 樂野牛排 這是它切塊後的樣子 我覺得它咬起來會有一蜜蜜的彩 甜味一開始進去的時候滿重的 後面就還好 整體是滿普通的牛排 我試試看加玫瑰鹽好了 它每一桌旁邊都會有附玫瑰鹽罐 有玫瑰鹽真的好非常多 它那個甜味會出來 可是我覺得以口感來說 樂野牛沒有很推 再來我們來吃一下沙朗牛 那個沙朗牛 我覺得它口感很奇怪 它就是有點脆脆的 它是有甜有脆啦 但是我是不太習慣牛排 是那個鵝尾燒醬 再來吃羊排 應該很多人都是比較喜歡羊排吧 羊小排味道是好吃的 但它咬不斷 沒有很推羊小排 整半現在越烤越後面 因為我是從高價位烤到低價 我好像就看得到高價跟低價的差異 剛剛吃一堆肉 我現在要來吃個蔬菜解膩一下 解膩解膩 先來吃烤香菇 嗯 蠻甜的 那個菇味好甜 耶 我的海鮮 全數烤好 超級豐盛 我們先來吃生蠔吧 蠻新鮮的 很甜 因為它還有一點點那個 海水的鹹味耶 嗯 我覺得它們家生蠻好吃的 可以點 再來吃干貝 它這邊的干貝有別餘 之前我們遇到的都是那種 北海道干貝嘛 這個是美國的喔 北海道比較好吃 這個比較有點在咬 海中蒟蒻的感覺 接著我們來吃最特別的鳳螺 就用這個牙籤來吃鳳螺好了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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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鳳螺超燙 不行 我等一下再用 可憐啊 其他東西烤一烤 稀辛 好 我們趁控檔 先來吃這個 奶油扇貝 奶香味蠻重的 還不錯 扇貝本身吃這個 還可以 再來是珍珠貝 這就比較接近干貝的味道 可是它是迷你的干貝的感覺 這也不錯 好 我們終於可以來吃鳳螺了 最後取出少少的肉 這個鳳螺好吃耶 它的上面有用那個 鹽巴跟黑胡椒去封 非常的甜 好吃好吃 鳳螺可以點 我竟然在工作人員這邊成功 一整圈的鳳螺 可惡喔 它上面有個硬殼 記得不要吃進去 南美白蝦 這個是最低價位就可以吃到的喔 不錯不錯 它蝦膏很濃 再來是天使紅蝦 很好吃但是裡面沙子有點多 嗯 就大家吃的話可能不要像我這樣直接吃 吃完之後把它背上的那個 霓裳挑一下 這要是我最愛的泰國蝦 我超久沒吃泰國蝦 但是泰國蝦真的是我真愛耶 嗯 非常Q 要口感的話選泰國蝦 要蝦膏的話選白蝦就可以了 接著我來吃一下 吃到飽的大魔王 這個是它的角切牛肋條 它蠻會咬的 只是它的油脂感會比較重一點點 我覺得可能就要解膩一下 我吃吃看它醃蘿蔔 嗯 加醃蘿蔔之後好很多 建議大家如果要點牛肋條的話可以加醃蘿蔔 還有一個蔥 我覺得很棒 今天烤肉的最後的Happy Ending 就是雞卵骨啦 我這塊比較多雞卵骨 比較沒有那個肉的部分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微和 嗯 然後還好 沒有得到很推 終於要烤甜點了 甜點的話我簡單點了三樣 點了它的年糕 還有酥皮 跟布朗尼 它年糕的樣子好奇怪喔 好像那個甜不辣 跟我平常習慣的燒烤甜年糕不太一樣 好現在吃酥皮了 因為我怕直接吃酥皮會很怪 所以我決定要加一點點煉乳跟花生 嗯 好吃 它更大片一點就好了 然後它有點小片 對啊它的年糕不太會沾多 我覺得很棒 但對我這種年糕空來說 我就覺得應該要點多份一點 只是剛剛不知道它是這種 這麼條狀 沾煉乳 好的沾花生粉 吃起來好棒 嗯 我覺得它點這樣條狀比較酥欸 我覺得它年糕很好吃 只是就一次要點多一點了 最後來吃一下布朗尼 布朗尼我已經把它烤到外面有點焦脆了 它布朗尼是比較乾的布朗尼 沒有那麼濕 所以比較難做出那種外縮內容鹽的感覺 就會感覺是外面變酥一點的布朗尼醬 好我們等一下火鍋再煮一點青菜 然後去吃一點冰淇淋之後 就去做結尾吧 吃完了 這是吃人赤富士啊 因為我工作人員是這個月的壽星 所以他可以用他的壽星優惠 就是單人八五折這樣子 那我們兩個這樣打完折之後 總共是一八四一 比較特別的是它 其實這樣的時候 會給你一張幾點卡 然後我就是蓋一點嘛 你來這邊用餐三次 蓋三點之後 下一次來用餐就可以全做九折 我覺得還不錯 好 這次吃完赤富士啊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它的優缺點 首先優點呢 是我覺得它裡面的肉品啊都有一定的水準 那另外就是呢 它裡面的環境非常非常的乾淨 還有就是它的配菜非常的多 那如果是說缺點的話 我覺得今天吃到的 它的厚肉類還有排類 比較沒有那麼推薦一點點 就感覺可以忽略排類啦 其他的東西我覺得還是不錯 尤其我最推薦的就是它的牛舌 它牛舌真的超好吃 再來另一個缺點就是它的那個湯 比較平然無味 就是也只有三種可以選嘛 這三個價位 到底比較推薦哪個價位呢 今天呢我看完我所點的東西之後 我覺得七五八是相對比較不推薦的 因為七五八它升級的東西啊 那些牛排啊 我都覺得吃起來還好 那如果你想吃到更好的 像什麼牛舌或者是一些海鮮啊 就要升到八九八了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八九八這個價位 一次吃到爽 尤其必推牛舌 要不然你就乾脆直接吃五九八這個價位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如果你們對赤膚室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板橋這附近有什麼餐廳想推薦給我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我是Bibi 掰掰 我們工作人員比較少吃鳳螺 我小時候很常吃 因為小時候我媽很愛 然後她就會煮 拿那種小鐵鍋 然後煮一整碗 然後就放著 然後就給我一個牙籤 說真的吃完這樣 所以我小時候就很常吃 因為小時候我跟我弟很無聊 因為我弟妹們比賽 誰播的鳳螺我比較多 然後如果失敗了我們就會很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